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前進新台灣 我是許桂雅 今天是端午節 也是四天連假的第一天 好 你看到這樣的畫面 出遊潮已經在全台灣 好多個景點出現了 包括你要上國道 要多一點點的耐心 因為會開車 其中國道5號 這是最最誇張的 長 靠炸的一件開始 可能它創下就是有史以來 塞車的前後 因為它都是紅的 塞車最長的一個時間是 35小時的紀錄 不是說你上去要塞35小時 但是可能本來一個小時會到 只好要兩個小時或是三個小時 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在台灣出現 叫做報復性出遊潮的時刻 大家心情不可以那麼鬆 因為我們要來看的是 有這樣的一例 日本的女留學生 懷疑她是在台灣感染的 她回到日本之後 被確診了武漢肺炎 好 疫調現在進一步追蹤 相關她的接觸的人 大概是140個接觸者 好 是不是代表說台灣社區裡面 有所謂潛在的這一些風險呢 有本土的零星個案 好 其實專家他是這樣子的提點 他說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篩檢太少了 可能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好 說到各國的疫情概況 我們看美國它的確診 還是依舊是最多的國家 而且現在已經突破了240萬多例的 這個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拉丁美洲國家 巴西他現在是屬於這個第二嚴重的 他是世界上第二的這個確診數 好 一天新增 居然到現在 他還可以增加4萬多例 好 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秘書長 譚德塞他就預料說 好 現在全球的確診病例數 總數加總起來 將會在下個禮拜達到1000萬例 而今天我們知道的是 他有表達說 這個在美國的大陸 美洲大陸疫情 現在都還沒有到高峰期 而再看到是中國的部分 中國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好 從6月11號 這邊有一例 然後6例 36例 一直堆疊上去 累積目前是有269例 而我們看到呢 因為這樣疫情持續在燒 而且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日本有一個女流學生這個情況 今天CDC在端午節 是加開了臨時記者會 來看現場的最新情況 7T值 那37.38 那我們在台灣通常就是 如果是會判陽性的話 就是低於35 那他是大概37.38 當然是比我們高一點 那通常我們會說叫做弱陽性 那所以日方他們也坦承像這樣的一個個案 那可能在當時在採檢的時候 可能就不具傳染力 通常如果這個這個植若大於32或33的時候 那通常就養不出病毒 那這個大概是知道 尤其他又沒有症狀 所以也很難知道說他到底是在什麼時候感染 那什麼多久之前就有造成這個個案的陽性 那目前我們昨天有說總共有125個接觸者要納入這個居家隔離 不過後來我們在清查人數就是有兩位的同學已經也不在國內 就是說先前已經從年初到現在都不在國內 都是以視訊來 來上課 所以目前只剩下123個 並且接觸者需要做居家隔離 所以針對123位 從昨天到現在已採檢了116位 另外7位因為還聯絡不到 我們已經請警政協選來做這個聯絡這7位 那已經完成了44個檢驗是陰性 那陸續大概剩下的 還有剩下大概就是72 就是116減到44還有72支的這個檢體 預計在晚上6點之前會有檢驗出來結果 這個大概是今天我要報告的部分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向來就是只要是境外移入的個案都是由我宣布而已 對 對 就是從我們不是後來改成每一個禮拜的 禮拜三開是會議嘛 那之前其實只有 即使只有這個在平常天的時候 那只要是有境外移入的個案都是只有由我來報告 對 並沒有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莊副想問一下 那個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今天在臉書發文有提到說 今天正值這個端午連假 國內防疫也逐漸解封了 大家可以出門走走 想請問這個端午連假 目前民眾到底是可以出遊的嗎 以及說有沒有注意一些因應措施 謝謝 我們在端午節連假出遊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要注重防疫新生活的一個態度 那所以如果說有如果無法保持這個適當的社交距離 就戴口罩 那我們只要保持這個這個觀念 那另外 就是勤洗手 生病不要出遊 張副好 想請教一下就是因為有一些網友說 因為現在端午節連假大家都往南部跑 然後有些人擔心說這樣女學生的足跡沒有公佈 會不會危險 莊副對於網友這樣子的看法怎麼看 然後另外想請問說 因為23號日本官方很像是有通知臺灣這邊 那為什麼會等 昨天兩點記者會的時候會沒有先講 要等到五點半的時候跟厚生審這邊的公告一起公佈 謝謝 足跡的部分 我們剛剛也跟各位報告了就是從日本給我們的數 就是有關那個他檢驗的數字 37.38 這個檢驗 其實就是他量很低啦 就是他傳染 第一個他傳染力真的是不高 應該根本就不會有傳染 就他20號採檢的時候 的採檢 採檢的一定是不會傳染 再來就是說我們也針對了這個他所有密切接觸者 就是110 目前找到116人都會做採檢 那如果採檢到任何一位陽性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針對這些密切接觸者的個案 會再做做他的做這個後續的隔離採檢 那這個目的我們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是採這種所謂的 精準防疫的一個方式 那第二個問題是 剛剛第二個問題是 這是為什麼會昨天兩點的時候沒有現象 昨天我說過就是說我們昨天還在等 日方的一些說法 那另外 後來沒有等到 那所以我們也因為 需要去跟這個學校這邊先做個溝通 瞭解他們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做居家隔離 那這些數字 在當時要開記者會的時候都還沒有這些數字 所以我們需要需要一些時間 你好大衣電視提問想請教一下莊副我們目前 大概這一兩個禮拜每天採檢量的狀況 還有就是因為今天有蠻多專家都提出不普篩 可是要進行廣篩 尤其是針對入境者的部分 想請教指揮中心的看法 謝謝 我目前已經是針對如果說是境外一路的個案 那不是針對那個外國人入境 我們目前都是希望他們在抵台之前 會有繳交三天前的一個檢驗陰性的報告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希望說 他可以讓這個 所有外國人進來 那都有一個陰性的報告 那如果他要這個縮短商務的 縮短商務的居家檢疫的期間的話 那也要在五天或七天的時候 做個檢驗陰性才可以有做後續的一個 駐江管理的行程 那這個部分是這樣 那只要是 除此之外其他路徑的就只有國人 那國人部分我目前落實做的就是 就是有症狀才採檢 那根據我們之前 就是這個 不是有一台3月30號 從紐約進來的340個人的這個飛機 那上面有 12個人有症狀 後來 都驗出來是陽性 沒有症狀就沒有驗出來 那這當然是有研究根據的 那就不知道他們這個做普篩的根據 是從哪來的 那還有是 剛剛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喔 檢驗量 我記得是在110 110左右 對 對 可能那個數據我每天都有公佈啦 可能在外網上都有公佈 對 想要繼續持續請教就是說 那個日本旅遊學生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有一些醫師他們覺得說會擔心 是不是現在已經出現了社區感染 或者是說有本土案例 那另外我們想要問就是說 在日本的網友他們也覺得說 台灣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篩檢比例太低了 他們會有所擔心 我們有沒有因為這個個案有可能提高 我們所謂的這個網篩的比例 那另外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現在推動防疫新生活又剛好碰到端午節連假 那我們有發現就是說 這個連假期間有很多的民眾在這種 比較密集的出遊景點 其實都沒有戴口罩 會不會擔心說大家很鬆懈成為了防疫的破口 謝謝 最近日本的一個個案 那當然就是說剛剛說 他的檢驗的這個值是相當的一個 就是說代表他的數值超過35 所以顯然是說他的弱陽性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不排除他是一個社區感染 或是一個偽陽性的一個狀態 那不過就是說以目前而言 這個部分雖然說我們 我們是屬於用這所謂的 只要你這個 醫師懷疑有症狀醫師懷疑的話就可以去檢驗 那目前我們是因為 的確是最近期的確是沒有一個 沒有這個社區的個案 所以這個 通報的個案數當然是會比較少 不過但是你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大概還沒有所謂的普篩 你看哪個國家有做普篩呢 那即使是 目前你跟 韓國為什麼會 他們的 大家以為韓國的篩檢個案數多 那是因為他們的 就是因為他們的確定個案數多 所以隨便篩就隨便有個案 那目前如果根據我們 就是說每驗到一例的話 那我們還要驗 通常還要額外再驗一百六七十例 那這個在這樣驗的量其實還算是多的 那再來就是說有關這個 這幾天這個我們在因為廉價 那大家也許都有看到說很多人 出外沒有戴口罩的數量會比較多 那我們這邊當然是要提醒所有的民眾 那出遊 出遊的話還是要注意 如果說如果是你跟你自己家的人出遊 那當然沒有戴口罩 那當然是OK 但是如果說到了比較擁擠的地方 那如果說人潮擁擠的地方可以注意 就是說大家可以保持距離或是戴口罩 好當然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請 好今天我們看到是指揮中心的發言人 莊仁祥出來 針對整個事情來做一個說明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有一個新增的境外移入 是瓜地馬拉回到台灣的 他是在4月初的時候 就到了當地去從事商務的活動 那6月1號他有出現一些咳嗽 還有呼吸會喘 以及他的骨頭會痠痛的這種症狀 但是他在當地就診 檢驗兩次都是陰性反應 在6月23號 他這個呼吸會喘的情況變嚴重了 在24號回到了台灣 他有說我身體有症狀 然後這個檢疫之後 在今天就已經確診了 這是今天新增的一個境外移入 但是最奇怪的 還是在昨天能耐一例 我先請教瑞德哥 昨天就講說有日本的女留學生 她是在台灣念書 她回到日本去之後 檢驗之後發現說她是陽性 那大家想說她在台灣待了4個多月 那是不是代表說我們這個本土 有一些零星的相關的狀況 而且你連結到端午節連假第一天 昨天就丟出了這樣一個震撼蛋 剛剛記者有在問出遊可以 但是李醫師一直講 就是說口罩要戴 以及手要勤洗 那我們剛剛忘了介紹來賓 我們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 資深媒體人鍾年晃 郭亞好 大家好 歡迎民黨立委林楚音 郭亞無安 各位觀眾關午節愉快 好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郭亞好 大家好 還有前立委羅書磊 郭亞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今天好久不見 我們疫情指揮中心的諮詢委員 李秉穎 李醫師 大家好 因為今天的疫情相關 大概腦袋裡面浮出來 一百個一千個疑問 我們都需要請李醫師來做解答 好 還有這個資深媒體人 陳東好 端午節平安 好 我們請教這個瑞德哥 剛剛講到說 日本女流學生 以及剛好是在端午連假 這個出遊潮裡面 那你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會擔心的說 是不是我們本土零星個案 只是沒有被揪出來而已 但是可能是存在的 對 那麼瓜地馬拉回來了 回來台灣這個境外移入的 因為你進來了以後 必須要這個14天 那麼居家檢疫 這個都不怕 因為你進來 所以去檢疫對不對 所以你還沒有接觸到社會大眾 這個都不怕 那麼緊接而來 我們要開放這個 包括轉機 要開放這個 包括商務等等 那麼我覺得境外移入 境外等於說 確診的人數 我覺得會增加 這個是可控可管 如果按照中國的用語的話 可重點來了 昨天晚上突如其來的 這一位日本女流學生 這個就值得我們注意 為什麼呢 我記得韓國瑜 在此之前一直自豪說 那麼在京巴黎這個舞廳事件以後 他們都一級開設 所以高雄都沒有一例 本土的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 這位女流學生 二月底就來了 那麼她現在至少公布 是高雄的大學嘛 那因為她的軌跡啊 不公布也沒有收到 氣胞簡訊的原因 是因為她幾乎都在租屋處 學校吃東西這樣子而已 目前這個歸類出來 140個人 125個人居家隔離啊 但是重點來了 她什麼時候得的 得多久了 雖然她看起來是無症狀的感染者 跟你也不要忘記 中國的無症狀感染者 後來勉強公布超過7000個嘛 這個無症狀感染者也包括 可能不會傳染 我為什麼說可能啊 因為她也有可能傳染 甚至於無症狀感染者 自己本身身體還沒有產生抗體 她就像沙寒馬力一樣 帶給別人這樣子 所以她到底現在就要 老天爺對台灣實在太好了 所以包括什麼公主號 北北基到處玩幾千個人都沒事 然後磐石劍的這個相關 下來以後旅遊 包括12個女朋友都沒事 大家一關一關 關關難過關關過 不過從這個地方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疑惑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她從什麼地方得到 然後她有沒有傳染給別人 這才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要這樣說 當然也不是說 一定要把源頭找出來 因為379造成全台灣所有的酒店 KTV不能做台陪酒 全部暫停營業的 379台北市酒店小姐 她的源頭到線都沒有發現 也沒有發現 那麼有好幾個源頭也沒有發現 可是問題是 那麼你只要能夠把它壓下來 就可以了 可是告訴我們一件事 因為最近天氣非常的炎熱 尤其在中南部 我發現戴口罩的比例不到一成 而且告訴各位 離譜到什麼程度 你如果不是說要防這個 所謂的武漢病毒 沒有你感冒也帶一下 我現在看到很多人感冒咳嗽 他也不帶 就大家都放鬆了 好像沒有發生 好像世界上沒有發生 下個禮拜 可能就全世界破1000萬個人確診 然後可能過幾天 就50萬個人死亡 可是大家顯然都太鬆懈了 所以我再次在節目中呼籲 那麼不要再去搶那個什麼 什麼各式各樣顏色的口罩 重點在有口罩 所以你的那個實名制的口罩 一定要領 你一定要去儲備著 各式各樣的 包括家裡的兩罐 一罐酒精 一罐相關的酒精 現在變成自銷對不對 也一定要有兩瓶 然後包括你家的衛生 你家什麼東西 都要把這個防疫的物資 全部都準備好 因為無事敵之不來 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間 彈彈個幾個例子 像這個日本留學生 大家都怕死了 其實他是對台灣人 有點像是敲警鐘 一個拉緊報的概念 讓你說你心情鬆鬆鬆 不好意思不行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專注力 有警戒性再拉回來 但我先請教李醫師 因為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個案他實在是太詭異了 你真的不知道說 他的那個來龍去脈要怎麼樣去追 那我們現在匡列說140個人 有125個是居家隔離 那自主健康管理是15個人 那其中剛剛CDC有告訴我們說 有116個人採檢 那其中44個是陰性的 還有72個人還在等待 今天晚上的6點鐘 會初步有這樣的結果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另外一個醫生 ICU的醫生陳至今 他說三大感染的可能原因 請李醫師進一步分析 陳至今他是這樣講 他說會不會驗錯了是一個偽陽性 或者是在台灣被入境的人士給傳染了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說 在台灣有本土人士傳染 就是說我們零星個案的這個部分 李醫師你是怎麼樣來進行分析的 你怎麼看 這個個案太詭異了 這個日本的留學生 引起了很多不同的幻想 那就是看不懂它是什麼 其實他的答案就是說 我們不排除它是本土病例 不排除它是境外移入的病例 有講等於沒講 所以這個太困難了 尤其他的資訊蠻有限的 不過我講就是 真的是有三大可能 不過我的三大可能 跟那個陳醫師講的 可能有點不一樣 第二可能就是指揮中心 一開始有懷疑的偽陽性 所有的檢驗都有偽陽性 比如說你是標籤貼錯 或者是說你在操作的時候不小心 檢體污染等等 你記得嗎 韓國有一次好像是十幾個人 最後被證明是偽陽性 就核酸檢驗 因為它好像是檢體弄出來 是怎麼樣子 這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 我是覺得說 依照日本那麼丁精 嚴謹的個性 偽陽性的可能性 其實是蠻低的 雖然我們不排除 但蠻低的 第二個是被盆土病例感染 意思就是說 它要有變土的流行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這可能性也太低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病毒的R0只是 平均三左右 二到四 你如果沒有偵測到它 一傳三 十萬傳九 很快就擴散出去了 幾何急速的增加 它在那邊好幾個月了 二月到現在 那開玩笑了 幾萬幾十萬人都感染到了 然後我們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是平均十幾%會重症 那個重症是一定會喘的 需要氧氣的重症 會喘 那個不可能當作一張 一般感冒被忽略掉 你如果是說一千年好了 被感染了 那10%就是一百個人會喘 不可能我們的醫院都沒有偵測到 會因為他是大學生比較年輕 所以比較會喘的比率 問題是誰傳給他的 傳給他的人 不是都是大學生年輕的 也有可能中年男子 是不是都是大學生 那個比例傳的比例是比較低 是啊 他傳的比例比較低 可是他帶病毒給他的那些人 不可能一直都是在大學生 都沒有傳到四五十歲的人 我去上歐巴上其實都有可能 你幹嘛比我 為什麼往這裡來 我們這一排都 好 我們這一排都算嗎 我也算 所以這個可能性其實也蠻低的 我們醫界都沒有警覺 這個是 所以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在機場或者是在飛機上被感染 這個是不能完全排除 從理論上來講這個可能性很低 因為我們說 其實很短 很短 從台北到 台北到東 你要聽專家慢慢講 可是我們 潛伏期就是一到十四天 可是世界上事情都有例外 有的會比較短 比如說你去擁抱那個重症病人 幾億隻病毒跑到你鼻子 你可能潛伏期小一天 就是說你太大量的病毒的話 會這個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是沒症狀 你怎麼知道他無症狀感染 他說不定症狀還沒出現 他現在是在潛伏期 潛伏期說不定一天兩天 因為他接觸的病毒比較高 再加上日本精進的科技 黑產敏感的PCR核酸檢驗 十字病毒被你抓到了 然後他正在潛伏期之內 他就被你抓到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雖然他的時間太短 理論上不超過一天的話 那個應該不會被抓到 可是潛伏期是不是核酸可以檢驗出來 其實沒有人去做研究 因為你抓不到這些人嘛 他沒有症狀你怎麼去抓他 可是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如果說他現在正在潛伏期 他說不定三四天四五天以後 就開始咳嗽流鼻水了 那就更容易就去推測 說我們不能排除他在機場或飛機上被感染的 因為那個是滿危險的區域 世界各國的人這樣跑來跑去 而且他的環境可能被污染了 你可能沒有跟任何人直接接觸 但是你不小心摸到了被病毒污染的區域 就會被感染到 所以回過來想 像我們這個境外的檢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即使你是從一個沒有流行的國家來的旅客 都有帶病毒進來的危險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除非他有一個專用的通道 他完全不接觸其他國家的旅客 才有可能 可是你看一個飛機跑來跑去 那個飛機上面一定很多國的人 所以這個商務旅行 都把它放寬五天七天 我一直有點擔心 因為這個東西 十四天就十四天 潛伏期就是十四天 你觀察到十四天才能確定他沒有症狀 他大概感染性很小 可是商務五天到七天 他不是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說你那個PCR先檢測出來嗎 對啊 可是他可能在潛伏期 沒有關情就對了 沒有關情 他可能在潛伏期猜不出來 對不對 你剛好在出國那一刻得到感染的話 你就是 你到那個台灣的十四天之內都有可能會發病 都有可能核酸會出來 所以你到十四天的時候當然還要再 我們現在的隔離就是十四天之後 你比較高危險的話還要測一次才能確定 你進來的時候沒有去測 因為進來的時候測沒有不一定沒有 你到了十四天測的沒有一定沒有 就幾乎說是沒有 因為他有可能在前面的時候沒有被測到嘛 所以大家一直就開始說 哎呀這個有日本女學生事件 我們應該普篩 普普普普普 我就說不要普 我們還沒有確定他是不是本土感染 而且我覺得是本土感染的可能性太低了 而且他去篩檢那個接觸125個人 其實差不多就夠了嘛 是不是 對啊我們就是重點式的篩檢 而且我們擴大篩檢 我們現在的就是說 如果你有嚴重肺炎 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完工貴族全部都篩檢 我們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會在台灣 那個有本土病例流行 我們一直不知道的事情是 可能性是幾乎沒有 你必須懷疑 我們台灣某個地方有社區流行 我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 你才有需要去某個地區做篩檢 而不是說不分青紅皂白 亂普篩 兩千萬人去普篩 篩了半天也 篩不出什麼結果 老民三財而已 那因為邊境管理我們會很在乎 我先請教儲因 有關日本 因為你以為說 台灣就安全 我們都忘記說 其實世界還在燒 你以為天氣熱了就沒有 沒有它其實那個情況 跟你想的就是不一樣 其實日本呢 他們新增一天是55例 你可能覺得還好 可是他上一次有這樣子的能量 是一個多月前 他們其實已經平淡了很久 那現在又突然之間 感覺上又開始燒 而且是緊急狀態解除之後的 一個最高紀錄 那我進去再看一下 出現一天50幾個人 而且他大部分說什麼是夜的街 繁華的街 意思就是說有一些 比方說類酒店公關 那個新宿那個地方有一些狀況 還有他說40歲以下 這個確診病患超過7成 少年假趴趴走 口罩也不戴還是怎麼樣 你來看日本的狀況 其實日本的狀況 在他們前一波就是 東京決定幾個重要的大城市 要來做軟封城的時候 當時其實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老人家蠻緊張的 但是年輕人其實沒在怕 因為他們一直都會認為說 自己的國家在公衛上面 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就像最近日本單日 不只是破55人感染之外 還爆發了辦公室的群聚 因為我其實蠻多好朋友 其實現在都在日本 包括我有我的同學 他是嫁到日本去了 那他現在先生是回到了日本 日本的狀況是 確實他們就是沒有那麼的 像我們把口罩戴在身上的 這種概念 不過我不去講 其實台灣最近 因為整個解封的關係 我前幾天才剛從澎湖回來 我說真的澎湖現在人非常過 我整個果然是爆發性 這個報復性的旅遊 但是不論是坐船 從馬公坐到七美島的氣船 整個氣船都滿 但是你會發現 那有戴口罩嗎 請教一下 戴口罩的人很少 戴口罩的人很少 我戴得非常的那個秘密麻麻 就是 包到連眼睛都看不到 但我說很白的 你知道我現在都覺得 我全身上下最會流汗的地方 在戴口罩之後 我的人中一直在冒 是 但是我跟你說 我包到就是說 看起來很像是在澎湖 要去養科你知道嗎 但是我反而成為那個很奇怪的人 當然我是 我除了防曬之外 當然也是有防疫的這個成分在裡面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連台灣突然間面對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好像台灣安全了 那麼對於日本來講 他們同樣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日本他們現在不只是在 重點的像新宿啦 或者是像大阪道敦爵 這些比較多夜生活的地方 開始又出現了這些確診的案例之外 辦公室裡面的辦公室的社交禮儀 也會常常被忽略 所以說日本現在的狀況也是呈現一個 就是慢慢好像疫情壓不住的感覺 而我發現就是在全球各個地區 一開始先是韓國出現了夜店 宏大夜店 有這樣的群聚感染 因為大家忽然間放鬆了 就跑去那裡玩 然後再來就是北京 現在日本 所以我也覺得其實台灣現在大家 當然這四天三夜 大家已經都安排好了要出去玩 但是真的口罩在人多的時候 尤其是搭乘大眾的交通工具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這一趟自己前兩天從澎湖回來的經驗 發現飛機上因為空姐都會提醒說 你要登機先把口罩戴起來 所以大家在飛機上有戴口罩 可是像一些其他的在這些觀光地區 比如說不論是坐Bus 或者是坐這種航行中的汽船等等 其實是有被忽略的 而且要求的是沒那麼嚴格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天氣實在太熱 所以不要因為天氣熱你口罩就是 你覺得人很近的時候 沒有辦法保持距離 你記得要把這個口罩戴起來 再熱喝久一點 那我們休息一下稍後來看 你要知道說因為全球它的狀況 跟你想的不一樣 我們已經忽略一陣子 我們在討論國內的相關政治的焦點 但是你知道嗎 全球最近的八天 一口氣它增加的是百萬例的確診 而且我算了一下我們5月7號 到最近這個時候6月25號 其實大概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一口氣增加的是570萬例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今天是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但是從昨天下班之後 其實塞車潮就沒停過 我們一起來看 超商裡人潮擠得滿滿滿 這些人排的可不是限量商品 全都是為了上廁所 突然那麼多人排 會不會嚇一跳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塞車塞很久了 實在是因為憋不住了 畢竟端午連假第一天 東半部湧現出油潮 車潮從深夜塞到天亮 國道5號呈現紫暴狀態 24號晚間10點就出現大量車潮 25號半夜2點 車潮不但沒有減少 甚至一度回渡5公里 上午8點天都亮了 時速卻不到20公里 有民眾抱怨從板橋開到宜蘭 整整花了4個小時 不只是學歲 蘇花改車潮也很驚人 25號半夜2點 雖然沒有國道5號那麼誇張 不過還是出現大批車輛 花蓮端出口的人氣景點 也出現車潮 上午8點蘇澳隧道入口 車輛幾乎沒在前進 看到現在 躲到現在 對這一次的端午的路況滿意嗎 當然不滿意 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有沒有什麼好抱怨 一路從台北塞了好幾個小時 有民眾平常心看待 但也有不少民眾 有滿滿的抱怨 畢竟出遊返鄉 卻碰上大塞車 難免壞了性質 三選旅燕黃桂 郭瑩宜 宜蘭花蓮報導 好 現在要出遊的朋友 就是自己的耐心要先準備好 因為一定會打起來 大家應該有這樣的準備 但是你去到人多的地方 我們再說防疫新生活 防疫這一塊還是不能夠忘記 其實在美國 我們剛剛講說 各國的疫情還在持續在燒 而且美國你知道 它一天新增的個案是多少 3.8萬例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 還有一個蠻特殊的現象是說 現在包括佛羅里達 還有德州 南部還有西部的這些州 變成一個新的重災區 那原本我們大家印象當中 最嚴重的一開始的熱點 不就是在紐約嗎 但是紐約因為他們 有這樣的意識之後 現在已經從最危險 變成最安全的地方 反過來的是 他們要跟你講說 現在美國好幾個州變危險了 所以我們紐約 我們要管控那些 比較危險的地方 你如果要進來的街 我們要實施強制的隔離 變相的是一個封關 這叫你們不要進來 那其實重點是一個心態的問題吧 林宏哥 其實台灣真的是得天獨厚 我們在台灣到昨天之前 連續73天沒有本土病例 是零確診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會有一種錯覺 就是說你會覺得說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好像都過了 事實上剛剛桂亞在前一段 最後的時候 後面有講到說 其實我 因為我每天早上主持廣播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聽眾朋友一件事 就是今天全球新增幾個病例 所以我很清楚 至少這個禮拜以來 每天全球 大概都差不多平均14萬人在增加 然後死亡 14萬人 對 確診病例 然後死亡病例 每天大概在4000左右 所以你光看這個數字 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病毒 這個疫情在世界上 除了台灣以外 其實它並沒有和緩下來 而且大家注意 因為南半球現在進入冬季 這種呼吸道疾病 冬季比較容易 比較活躍 所以南半球現在是冬季 而這個病毒狡猾的地方 討厭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現在在南半球活得很快樂 等到南半球變夏天 北半球變冬天 還有到北半球來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個病毒很麻煩 可是我為什麼覺得 現在感覺不出來說 夏天冬天它的差別 李醫師這個部分真的有差別嗎 就是說夏天的確 這個病毒比較不會跑 有這樣的感覺嗎 它是有差別 但是不是0跟1的差別 它是紀律性的差別 我猜它可能是50%的差別 就是說冬天這樣子100分 那夏天的流行50分 所以它還是會流行 還是有就對了 比較容易控制 但是不是說夏天它就不見了 不會這樣 這個就跟我們夏天也會感冒一樣 夏天也有人得流感 所以其實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因為你說這個病毒 現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 你說就醫學的技術上 我看大家差不多 也沒有說哪個國家特別厲害 或者說哪個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心態 那台灣之所以防疫能做那麼好 就是因為大家 我覺得我們除了我們的指揮中心 我們的專家很稱職之外 就是我們全民對政府的配合度很高 所以我們的全民防疫的心態起來之後 那個疫情自然就容易控制 可是現在很多國家 包含像貴雅剛剛講的美國 美國因為土地真的很大 那它紐約州發生在紐約的事情 可能住在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或德州的人覺得說 那個根本不關我的事 那好像外國的事情一樣 他坐飛機也要坐好幾個小時 對要坐飛機要飛三四個小時才會到 所以他們就防疫的心態沒有像我 因為台灣小 台北跟高雄距離其實一個半小時就到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這個是跟我有關 但是美國因為土地大 所以他們一般人的心態就是 除非這個事情發生在我們這個州 甚至發生在我們這個城市裡面 我才會覺得跟我有關 那之前紐約那麼嚴重 那現在你看 你注意看 最近這幾天新增病例特別多的州 都是之前幾乎沒什麼疫情的 就之前幾乎都沒有疫情的州 然後這個時候輪到它了 因為美國其實它 全國它並沒有太多的管制 類似的情況不只在美國 德國前一陣子才剛解封沒多久 結果有一個畜牧場吧 六千個員工全部隔離 因為在裡面有大量的確診 六千個全部隔離 全部停止上班 德國現在有些城市 可能要考慮要重新再進行 比較嚴格一點的管制 其實這種案例在歐洲 好幾個國家都有 就是你也不能講它解封解得太快 我們後見之名 事後諸葛當然說 你就是解太快 可是在當下決策的時候 他也許 並不覺得解得很快 可是他解封之後馬上發現 怎麼突然本土的社區傳播病例 就突然增多了 所以類似這種情況 我還是覺得 為什麼我們你看 大家如果注意看電視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防疫新生活 那個政府徵用的廣告時段 他其實並沒有停 他還是一直在播 只是很多人可能現在 現在可能看起來沒這麼認真 就那個時間就跑去吃東西 或上廁所之類的 還是我覺得還是要注意 就是 該有的防疫的基本態度 就是洗手戴口罩 該戴口罩的地方戴口罩 然後你出去玩 我們當然鼓勵大家出去玩 那事實上最近幾個假日 的確國內的旅館也好 交通路況也好 證明大家都出去玩 但是我覺得那個防疫的態度 還是要有 因為疫情這個東西很討厭 就是你要花很 可能你要花100分的力量 才可以把它控制下去 但是他要上來卻很快 他一下子他就噼哩啪啪 就不知道哪裡就冒出來 那至於說 這一位日本女學生的這個病例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過於擔心 剛剛李醫師講的很有道理 如果你是本土傳染的話 不會只有他確診 因為在那個地區 一定會有很多人確診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提高警覺 也不用太緊張 緊張到四天連假都關在家裡 都不敢出門 這也不對 就是你還是可以正常生活 只是說 該注意的一些態度跟細節 還是要注意 因為我自己也發現說 每天進出不同的大樓 現在搭電梯幾乎很少人在戴口罩了 我覺得這一點 還是要提醒大家 該戴口罩的時候還是要戴著 其實我覺得要去餐廳 有一些餐廳比較鬆 他可能也不量你的體溫了 那洗手 但是其實你仔細去看 大部分他還是有一些 比方說隔板什麼 還是有在做 持續還是防疫觀念是升值人心 但是李醫師我可不可以補充請教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說商務人士的這一塊 五到七天你說不保證 14天你覺得是比較安全的一個做法 那我又看到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開放轉機八個小時 那我就在想說 那轉機的話 不是也會有一些相關的風險嗎 到底需要特別注意什麼 還是說他做了一些措施 可以讓你比較安心的部分 對就是說他必須要跟我們本地的人隔離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有很多台灣人在裡面做事啊 機場那個在掃地的啊 或者是免稅店的店員啊 他們如果感染了我們的店員 感染了我們的機場工作人員 那就變成境內感染啊 那些人又沒有再例行的去居家隔離 再檢疫 所以對於這個轉機的部分 我們都必須把它視為是 潛在可能的傳染源 所以就是要經過特殊的管道 用特殊的方法 避免跟我們國人 包括在機場的所有工作人員 所以他要去免稅店的話要怎麼去 他去免稅店的話就不能去 就不能去 只能夠搖腕 搖腕某個商品說我要那個 要不然就離境的時候再去買好了 要出境的時候再買 要有人戴購 然後就是他進來的時候 必須強制戴口罩 他沒有口罩的話我們賣他們 就是所以機場也必須要賣口罩 有啊現在有 基本的就是要什麼 噴酒精 離開時再噴一下酒精 就是盡量減少它會污染我們機場的風險 因為機場畢竟是一個世界各國大雜費的地方 他那個病毒感染的機會其實蠻多 大家記得嗎 以前我們有確診病例就可能在寒夏被感染到 對啊喝一下咖啡的就對了 好那個蘇勒委員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聊的是有美國啦 有日本啦 其實巴西也蠻嚴重的 因為呢 他後來居上 尤其說現在的那個天氣的狀況 所以你看巴西他已經來到了119萬 本來幾乎沒有在討論這個地方 但是呢他已經爬上來了 還有俄羅斯跟印度喔 這個疫情都還在延燒當中 但是我們看離我們很近的是北京嘛 北京他們又再一次升溫的情況裡面 現在有這樣的消息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喔 因為他講說有這樣的一份文件 他講的是中國在想我在北京 我也要三間方艙醫院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因為說北京呢 這幾天喔 從6月11號一直到現在 說增加269例 增加269例需要緊急弄三間的方艙醫院嗎 不是啊那個北京喔 他們公布的資料我們根本不可信 那你既然說會蓋了那個三家那個 那個船艙醫院的話 那代表說 確診的人數應該是蠻多的 才會去蓋這個 我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喔 整個全球全球的那個 除了台灣以外 比如說我們連續七十三天 那個零確 沒有本土的那個確診案例嘛 那可是在國外 你可以看的 國外都是一直在上升 所以代表說這個武漢的疫情 並沒有趨返 反而在國外都相當嚴重嘛 那台灣能夠保守得這麼好 就是剛剛提到 各位提到嘛 就是說我們都遵守 那個政府的規定嘛 大家配合度很高嘛 你看其實不是只有公家機關在 跟不跟你量體溫啊 跟你噴那個 噴那個消毒水啊 還叫你戴口罩啊 其實很多民間企業都是一樣 像很多很多辦公大樓 你只要一進去 沒有戴口罩 他就把你趕出去啊 對 那甚至於說量體溫 不行就叫你出去啊 所以 所以就是民眾配合度很高 所以我們才能夠保持這麼好的好的一個紀錄啊 可是最近喔 最近真的有點鬆散耶 像我我經常我都那個 走那個高速公路嘛 每天那個 經常從那個台北台中嘛 從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喔 就差很多 你上個禮拜 還有你到高 你在高速公路的那個休息站喔 然後去 不管你要上廁所還有你買東西 幾乎每個人都戴口罩喔 幾乎沒有戴口罩幾乎是零耶 我這樣我每次就給他看一下 看大家是不是都戴口罩 好你是在觀察說大家的憂患意識夠不夠 那這個禮拜就不一樣喔 這個禮拜就幾乎都沒有戴了 而且很多大樓也解禁了喔 都沒有戴口罩 所以其實這一次發生的這個 日本的這個案例喔 那個日本理學院案例喔 其實也是個警惕啊 讓大家能夠再恢復恢復到說 我們不能鬆懈啊 我們一鬆懈的話就有問題啊 所以還是要維持維持那個 跟政府配合口罩還是要戴 那個社交距離還是要保持啊 這樣的話才能夠保持 我們台灣本土的安全啊 那至於說現在政府開放 那個境外的啊 境外人士的啊 因為不開放也不行啊 坦白講你說 你那個武漢會員沒有害死台灣 可是你經濟風鎖的話 把台灣的經濟搞法也不行 所以你對於那個外國人士到台灣來 還是做一個相當程度的一個 但要開放還是要有防疫的配套 對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繼續討論 北京還在講說可防可控 你聽聽就好了 不要當真 因為呢他說增加269例 但是呢光是其中有一個人爆料 住在北京一個人他就講說 光是某一間醫院一天就檢查出300多例 那你說269例你要相信嗎 當然不要相信 而且呢現在還有一個更嚴峻的狀況 蠻誇張的 這個是在海定區 說有一棟樓的門 他直接把你焊死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社區出現兩個 說在這邊進出過 他用一種非常極端的做法 那為什麼這個社區被注意到 因為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301醫院距離這個地方還蠻近的 那現在301醫院被講說 是不是也有一些高官 可能有得病的狀況 尤其呢大家在關注的是 有七個常委說 最近怎麼沒消失 那有六個陸續還有出現過 其中有一個是趙樂劑 趙樂劑被質疑說 他一直沒有出現 有沒有可能他不在北京 或者是他根本就是染病的情況 直接看這個板子 現在直接在關 因為韓正後來有露過臉下 就是趙樂劑 然後303醫院其實簡單講 中南海的高領導階層的人 就是在這個地方看病 你就想像說 在台灣 你如果是行政院所有政務官 副長級的人 你如果要做健檢 不是台大就是榮總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如果你台大跟榮總發生 發生狀況的話 你一定會很害怕 所以你在看中國的新聞 是我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像到七常委裡面 比如前一陣子北韓危機的時候 還沒爆發之前 當習近平跑去寧夏的時候 視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是在奪北韓嗎 然後像北韓更早之前 那個在猜 猜這個 金正恩到底還沒有活著 到底還在不在 是不是健康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點 習近平的人在哪裡 他跑去了陝西 然後去看一下 陝西的 陝西的那個 所謂的樹灘 還有那個一些環保的事情 就是 怎麼會那麼巧合 他都會安排一個適當的明目 所以你回來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 我個人是用台商的消息做判斷 因為 現在 台商沒有回去 那台商 我最常問的就是兩個地方 一個是上海 一個是北京 所以新發地開始的時候 我從上海的朋友這邊聽到的 因為他們會有群組 你知道 台商群組非常發達 他們馬上告訴你 兩個地方他們很緊接 一個叫閩航區 一個是古北 然後呢 因為這兩個區台商都比較多 然後他們很快的告訴你說 當地有多少已經確診的病例呢 是跟新發地直接有關 然後有多少病例呢 是還沒確診 好 上海當時就很緊張了 人家回來看北京 北京現在所有的台商朋友 告訴我的一句話 很簡單 半封城 如果看中國官方的新聞 他其實封鎖區域沒有很大 就是算起來不算很普遍 可是生活在當地的人 在群組裡面告訴你 就叫半封城 半封城大家一聽就懂 那就告訴你什麼 北京實際的狀況要比他們 你從新華網 從聯名網 從各種管道 嚴重太多了 更嚴重 但是呢 因為是半封城 他也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他可能還沒有失控 或者他們目前努力的 要去做控制 但是呢 已經有很多硬性的規定開始 然後目前半封城的狀況 嚴格講 並沒有普遍實施 就北京城很大 北京市的面積很大 但是他目前的樣子 不是每一個區都這樣子 有些區還是比較鬆 但是有些區就會比較緊張 301就是海定就是其中一個 大家比較緊張的 那我們都會問台商 因為海定其實那區住的人還不少 海定什麼時候會進入到 真正進入到半封城 半封鎖的狀況 如果海定進入到半封鎖 如果301 這個醫院有一天你如果真的有機會 比如之前有一個 因為有院內感染 所以他醫院做一個封閉的 那個不是301 如果301都會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像整個中共的領導層 出現大麻煩 可能是一個大麻煩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繼續討論 高雄市長補選進省行程 現在看起來很矮到 因為在比說誰起的比較早 好 李梅貞今天是6點 他掃果菜市場 陳其麥克家早 5點半 他掃的是前陣的魚市場 好 我們看到國民黨 在地的議員這麼多 那為什麼推李梅貞 這個其實需要擺平 因為內部有不合 後續傳出來說 阿家呼鈴李佳芬是有關係的 而且還扯到說 說兩邊是有親戚關係 真的嗎 藍營現在出牌說 我們在看的是 到底他們還要不要擁抱韓國瑜 李梅貞昨天怎麼講呢 他講說 當然會請韓國瑜來助選 但是今天又不一樣說 要讓他休息 為什麼會出現所謂的髮夾彎呢 我們休息五秒鐘馬上回到節目現場